当日常饮食也成为病痛来源 吃东西就不再是享受 饮法族一旦出现吞咽困难 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衰弱 肌力体重下降等多重不良状况 也会加速失能 董事基金会呼吁民众多观察家中长辈进食状况 在没有减重的情况下 体重无预警下降也是重要警讯 很多时候到晚年都或多或少 有这种吞不下厌食的情况 我们其实可以观察老人的身心状况 或他进食状况 或者是体重的不明原因的下降 都是一个警讯 其实我们盛行率还蛮高的 大概有十个老人就会有厌食的情况 而且这不是寒医院的 就是一般的住家的老人 这样的情况蛮普遍的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我们只要吃不下 我们身体就会虚弱 然后我们就会酿不良 然后我们得到其他的疾病就会 那可能性就增加 各位如果注意的时候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最重要的如果各位摸摸你的猴头 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猴头会往上伸起来 这个伸的动作其实是把我们的呼吸道关闭 那你可以想象年纪比较大的人 常常这个伸的动作 或是你因为年纪比较大 这会松松的往下掉 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吃东西的时候 对比较快速的食物 或是比较混杂性的食物 就容易跑到气管去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物吸 那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其实各位 我相信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喝水喝筷的时候也会呛到 但是你们并没有产生吸入性肺炎 因为你们在呛到的时候 常常会咳嗽 那很多家属很紧张 这个吃东西常常咳嗽 其实咳嗽表示你食物跑到 身带上面它把它咳出来的 在某一个程度是一种保护作用 如果你完全吃东西 呛到跑到肺部都不咳嗽 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董事也推广 引发友善料理的重要性 能够帮助老人家增进食欲与方便性 有了胃口就能将吃饭当作享受 我们希望说 这个好咬好腿安全喝 那我们可以提供老师 比较嫩的部分 比如蔬菜叶子 比如说我们的肉是 这个拍打的 清割断筋 然后按摩拍打 那它变得比较嫩 那或者是用一些软化 像凤梨酵素啊 一些嫩精的方式 让它软化 那甚至我们就是去骨断筋 这个要特别注意 然后而且液体和固体一定要分开喝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 国人平均年龄虽然上升 但不健康余命却闯心高 晚年平均有8.5年身受卧床 及身心疾病之苦 也代表着长命不等于好命 因此越是晚年 越该注重饮食营养与均衡 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关键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